这盘棋讲解是飞刀夺成 2023年蒋川约战唐斯南四番棋 第一局双方占平 我们来看第二局 开局是先之路 对阻底炮 红方是飞向 这儿黑方上马 选择这个套路 其实是为了求稳 那么对方架中炮 红方把鞠量出来 黑方牵住红方 红方顺势把鞠锁住 这样比较稳 对方上马以后 那红方就避其锋芒 黑方他快速出鞠 红方上马 避免被压着 黑方到这儿直接选择 足三精英的反击 这个棋是一个先棋后棋的好棋 那么这儿的话 红方一冲 黑方一抓 现在这个棋啊 就看红方怎么走 以往招法被吃掉的话 那马受攻 马一走中路受攻 底线受攻 到这儿啊 将来还可能会狙抢炮啊 可谓是火烧电营800里啊 所以现在新式招法 一般都是平一步 那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就保住自己的炮和兵不丢 硬是不对方狙风的家里 那么黑方他选择招法是平鞠 这是一个改进 为什么先平鞠呢 因为以前赵欣欣啊 先进足 结果呢 被赵国荣啊 出鞠腰队啊 然后这个棋炮打过来 你吃个炮 人家棋子杀你啊 最终是红方取胜 所以这个棋子太厉害了 那么这儿的话 黑方决定就先手吃炮 红方到这儿只能去补试 因为你鞠没出来 你打这个足没用啊 接下来黑方可以腾出手来 请棋足 没有了炮 八平三的手段 红方这个棋 出鞠也是难讨便宜 当然也可以下啊 出鞠的话就对方进足 你在巡河鞠 人家吃你了 所以你得先采鞠啊 在巡河鞠 对方也盯啊 一吃 对方一直采一直采一吃 双方一个大交换啊 换到最后这个结果啊 双方差不多啊 所以这个棋 红方决定走一个飞刀 这个棋啊 他不容易想到啊 咱们看一看啊 讲穿的飞刀有多厉害 先上去踩他一脚 啊 那你现在只能过来吃吗 他突然走出一个对炮 那这个棋有意思啊 你炮如果走开 人家就看着马了 你也吃不到这个冰了啊 那你要是正常对的话 吃了你的马 你不对他吃你炮啊 吃马 所以黑方呀 他对掉 这个是没问题的 关键时候来了啊 这个时候人家吃马 你也吃马 你到底是吃这个马 还是上马呢 先分析一下 这个黑方鞠吃马的用意 他吃马是假 主要是把马逼退 把这个冰吃掉 将来火炮赶走 解除这个风剧的特点 啊 所以的话 这个棋他装目底是为了吃冰 不是为了吃马 那这儿的话 应该来说就应该上马 保留这样一个吃马 如果你就看的话 就平炮在打 这样的话 终究可以把冰吃掉 那么临场的话 他直接给吃了 这个属于蛮干呀 吃完之后啊 再退一步 想去吃冰的时候啊 红方来了一招 炮八平一 黑方到这儿啊 双局去抢 那胁迫红方得吃 那红方就吃了 黑方一蹬以后 他是为了多跳一步嘛 找机会在掌局啊 保持灵活 红方到这儿 直接就把香给吃了 如果你要挡的话 他在吃你啊 将来还可以抢足 这里对方不要憋屈 他选择是掌局啊 意思就是你下底炮 我跟着你算了 红方还不急 他选择是吃毁 到这儿这个期 你不挡就叫我抽着你啊 黑方到这儿决定啊 进行一个转换 如果简单吃 对方吃啊 将来再去挺兵 或者是将来吃编足啊 再捉下 这度期也能下 只不过这儿对子有点频繁 将穿的话 保留复杂变化 他拘禁了一步 那走到这儿以后 黑方正常上马 红方可能就炮 又可能打掉这个中足啊 那你一吃他一吃 这起比刚才 这个吃鞭足啊 更厉害一点 位置会好一点 那么这儿黑方 他不甘心丢这个足啊 冲起来 红方则是小兵冲过去 看着炮啊 这炮就可以陷住鞠 然后呢 这边有过河 对方他没骑走呀 所以对方决定上马 卧槽啊 战士准备拔剑了 对杀一下 红方一冲 正常你上人家可以呢 这个鞠 守住内道啊 再退回 拿你一下 这个马你进退了呢 所以 暂时还是没用 那么黑方决定啊 就先甩炮吧 意思是打出来下底线 硬踩箱 这个棋啊 应该说是更厉害 但是毕竟还有两三步棋啊 红方直接走一个 马三进一 黑方你要打的话 红方这马一上 他必须速快 那黑方也看不行 飞上马不可的 要抢速度呀 到这儿希望把红方鞠 调过来 然后呢 这棋啊 再打出来 找机会 看能不能说是呀 把这个鞠调住 红方他只管上啊 也不管这么多了 这个意思就是 你将我可以出 你要再将的话 大不了对鞠啊 就以多其少了 那黑方这个棋 他先打 红方平鞠 把肋护住了 到这儿以后 对方就认了 为什么呢 你想吃这个兵 你还吃不到 你将军他可以出 然后他这边啊 随时一踩去 你怎么办 对吧 你拘一走开就下底包了 这儿你要推回的话 就将把举丑了 所以 眼看着这个马一上呀 他这个兵围成了啊 到这儿 黑方确实是寡不利众啊 他只能认 这盘棋啊 将军获胜 这儿就像军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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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儿就像军获胜